竟然有这种事 前一秒还风平浪静的小镇 下一秒地面才撒出巨像 只见一头大奶牛瞬间被一切为二 男人看到这一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周围什么都没有啊 大奶牛怎么被切到 男人慢慢地走过去 紧看到地面上 被砸出一条笔直的裂缝 男人带着疑问伸手去摸大母牛 结果被垫垫了一下 男人站起来观察四周 看到旁边的房子 同样是被整齐地切割 就像是被拆刀切了一样 男人有点蒙圈 他把手慢慢地向前伸去 竟然摸到一个透明的屏障 手掌上的血迹也印了上去 这时有个男孩也看到这害人的一幕 同样上手摸了摸屏障 也被垫了一下 忽然天上的乌鸦开始掉落 男人发现乌鸦的脖子断了 应该是撞到屏障所致 看来屏障的高度很高 男人和男孩便抬头观察起来 只剑下飞机 直直地撞向一张 机身瞬间被炸成了碎片 朝男孩砸了下来 男人赶紧过去 扑开了他 但不幸的是 飞机上的人全部丧命了 而这屏障到底怎么回事呢 下面让伯彦给大家讲讲 消防车闻逊赶来救灾 男人巴比带着男孩帅脚 是赶紧阻拦 喂 停车 快停车 巴比不断地挥动双臂 消防车一个急杀呢 是堪堪停载的距离屏障的10厘米处 消防员顿时冲下来 露出巴比达车是很危险的行为 结果呢 这也是被屏障撞到在地 然而奇怪的是啊 这巴比竟然听不到对面的声音 原来啊 正是这个屏障彻底隔绝了外界声音 而就在这会儿呢 小镇另一边道路上 有辆大火车也狠狠地撞上屏障 车头是被瞬间压变 半个车身也当场碎成烂扎 不仅如此啊 一名老警察只是用手摸了下屏障 这胸腔里的心脏起泊器 便从身体里瞬间爆炸 当场便没了呼吸 而这另一个年轻小伙儿 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东西 他想用手枪来打破屏障 结果啊 这子弹被屏障回弹 射死了年轻警察同事 还有这个花家老人呢 耳朵带着注听器贴着屏障 听外面的声音 结果注听器顿时爆炸 一抹鲜血是喷有而出 原来啊 只要是电子设备靠近屏障 就都会发生爆炸 而这场灾难呢 是发生在一个名叫 切斯特末房的小镇上 不少的小镇居民因此受伤 军方是立马到位 他们带着防毒面具 对屏障进行了辐射早撩 结果呢 这是没有发现放射性的辐射 当然就发现啊 这个屏障竟然是一个直径 在一万六千米左右的透明穹顶 它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大饭丸 将整个磨坊镇扣在其中 车子也装不烂 子弹同样也打不烂 于是啊 军方用水试图穿透屏障 但却依旧没什么乱用 到了现在啊 这个穹顶到底是什么东西所造 大家都不知道 而有些小镇居民呢 开始想办法逃离小镇 比如啊 这个东帽男孩 决定从地下开溜 东帽来到了一处地下水泥城 这里啊 可以通往小镇外面的世界 可都冒走了没多久啊 便直接撞上了穹顶 原来啊 这穹顶的边缘直垂地 让小镇居民无处可逃 而不仅如此呢 还有个怪异的现象 发生在了一对青年情侣身上 帅小和女票小美呢 在家里面谈情说爱 但是只见两人刚拉了下手 便双手向后躲去 两人的身体还止不住地伤透 同时这嘴里还振振有词地说啊 粉色的星星正在呈直行追逻 小美的妈妈不明所以 是赶紧把两人送到了医院 医生认定啊 这两人就是得了癫痫 但是这帅穹和小美在这之前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症状 而小美记得很清楚 就是在两人牵手的时候 癫痫这才发作 于是呢 帅穹手机录像 准备跟小美再试一次 两人紧握了双手 忽然这两人再次双双倒地 身体也开始了止不住地颤抖 等到两人恢复正常以后啊 却翻看手机里录像 竟然是双双变点色 只见视频里面 两人再次说起了那句话 这帅乔甚至还挣扎地坐了起来 抄的手机镜头 是比了一个镜上动作 帅乔是一脸弄圈啊 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啊 帅乔心中爱有了猜测 这种不正常的举动 应该正是穹顶 在给他们传递信息 所以加强了他们身体的资厂 而为了验证这一点啊 帅乔出院之后 跟小美一人拿了一个对讲机 然后把对讲机靠在一起 他们就能听到 因为磁场碰撞 产生的超强杂音 不仅如此啊 两个人的磁场 还吸引来了成千上万只的 黑买金斑蝶 吸附在了穹顶上方 因为这蝴蝶的飞行方向 就是根据地球磁场来确定的 如今啊 这些黑买金斑蝶 则是感应到了两个人的磁场 这才汇聚在了穹顶之内 这时啊 两个人的讨论声呢 是吵醒在车里睡觉的芭比 芭比也同样被震撼到了 他不由自主地伸手触摸蝴蝶 而就在下秒呢 蝴蝶面都被吓跑了 露出了穹顶外的军方部队 而且啊 这还有一大把车的普通人 原来军方把穹顶内的家人们 都带来了这里相聚 这有的夫妻隔着穹顶是幸福用闻 有的亲人呢 把想说的话写在白纸上的交谈 这场面别提有多温馨了 可一旁的芭比却感觉 这场见面会怎么有点生离死别的意思 实在是太不对劲了 于是啊 他请了一个会读纯运的女人胖杰 帮自己跟军方的一个士兵交谈 芭比曾认特宠兵啊 这个士兵就是他的战友 战友念在过去的战悟情上 悄悄告诉二人 军方要在下午的1点15分 用导弹炸掉穹顶 原来啊 这军方在看到 黑麦金班蝶不正常的群居在一起的时候 便想到了 应该证认穹顶在聚集地球思常 想要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 所以啊 军方这才不惜牺牲人命 也要炸毁兄弟 这个消息让芭比当场傻了眼 目前呢 距离炸顶还只剩下了三个小时 芭比是赶紧把消息 告诉了身边的朋友相当对策了 一个女警表示啊 咱们可以去水泥场里躲避 于是啊 大家是赶忙行动起来 先向军民拱播这炸顶事件 然后再把大家都带到了水泥场 此刻大家也是心如死灰啊 却也改变不了现状 只能静待炸顶时刻到来 可是啊 这还有的居民 对小镇有着浓烈的情感 所以呢 他们是压根就没躲 而是选择正面迎接爆炸 比如这对帅巧小情侣呢 在导弹来临的刹那间 他们相吻在一起 而这时啊 爆炸减弱的磁场 两人都没有触发癫痫 只见火攻顿神满地炸开 可在五秒钟过后 小情侣是安然无恙 水泥场也同样没有坍塌 只见穹顶上面 除了一片导弹留下的黑烟之外 连一条裂缝都没有 大家也都蒙圈了 但是更多的是庆幸自己没死 可接下来啊 这物资会逐渐断缺 而在穹顶之下的他们 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 等到了爆炸过后 穹顶外面的世界 变成了一片废墟 放眼望去啊 这就像是世界末日一般 而穹顶里面呢 唯一的一片淡水湖里 竟然出现了大片死鱼 把比和女警把一些淡水 带回去给镇长看 再扔进了点热的火柴 只见淡水被瞬间点着 女警表示啊 这里面有甲烷 巴比推测 应该正是穹顶降落时 切断了地下矿脉 这才导致里面的甲烷气体泄露 复出在了淡水之上 而这下呢 水资源发生了短缺 小镇也直接开始暴乱 大家也都开始 哄抢了超市里的瓶装水 为此争的更是头部血流啊 女警立刻使用了催泪弹 然而啊 这些人们还在接他发疯 女警不得已 这才掏出枪来 可就这时呢 穹顶内竟然开始下气雨来 暴乱是瞬间停止了 大家也都开始接雨 帅巧发现啊 这穹顶外面 仍然是艳阳高照天 而这场雨 好像是专门给他们下的 一旁的胖姐顿时明白了 原来啊 这个穹顶呢 是有自己的气候变化系统 它可以将淡水湖的有毒甲烷 进行了完全过滤之后 再变成干净的雨水降临 帅巧和小美听了之后 心中同时感叹到 这穹顶也太神奇了 于是啊 决定一起寻找 穹顶跟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小情侣是来到一片树林啊 这里正是穹顶中央的正下方 两人看到啊 这里有一个小树堆 上前摸了摸 居然有电 于是啊 他们把树叶全都推开 里面竟然露出了一个小穹顶 小美是把水浇在了上面 之下 这里面正好有一个黑蛋 而另一边的帅巧才啊 这个黑蛋 应该就是穹顶的心脏 正是控制穹顶运作的核心 帅巧是呆呆队的黑蛋说啊 喂 可以关闭兄弟吗 然而啊 这并没有什么乱用 于是啊 这对小情侣 是试着把手放在了上面 结果下一秒呢 这小美竟然直接看到了妈妈 小美吓得收回了手 妈妈也随之不见 小美的心中不安呢 感觉妈妈真是要出事啊 于是便赶紧回了家里 就看到 妈妈已经心脏没发作 但是可惜的是啊 母女二人还没说上那句话 小美的妈妈便已经撒手入魂 小美顿时伤心不已啊 而另一边的帅巧 在得知小美妈的咨询之后 心中是隐隐猜到啊 这玩意儿应该能够预言未来 她必须要搞清真相 于是她叫来了镇上女记者 一起再叹小兄弟 而女记者见到黑蛋之后 也是深感震惊啊 因为这会儿的黑蛋 竟然发出了粉色光亮 女记者把双手放了上去 居然看到另一个帅者出现 并且对她说道 君主即将假面 女记者吓得是立马撒手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小兄弟竟然出现在了 帅巧家的骨仓里 小情侣不明所以 只能再次把双手放了上去 这次竟然发现 小兄弟出现了四个手正硬 小美猜测 他们的手应该就是 打开小兄弟的钥匙 所以呢 这剩下两只手 必须都要有电线石 而且都要说出过 粉色星星正在成直线坠落 于是 帅巧找上的姐姐乔姐 还有乔姐的男朋友卷毛 原来啊 乔姐她前一天 突发过一次癫痫 并且说出那句话 而卷毛的母亲 正好做过一个梦 就是卷毛站在一个草坡上 被粉色的星系包裹 最后啊 母亲把她画成了画 记录下这场怪异的梦 这下四人终于起来 他们把手掌 同时按在了小兄弟上 黑蛋被散射出了 无数颗的粉色星星 接着 里面有只蛹破解成蝶 在小兄弟里面 呼了飞撞 形成了一个黑色印记 并且还在不断扩散 蝴蝶也同时云落 最后啊 这外面大虫顶 也被黑色的印记包裹 将这好好的白天 是瞬间变成了黑夜 看来帅巧猜得没错 黑蛋 就是穷顶的心脏 女记者看到这一幕啊 是赶紧找到帅巧 了解情况 然而就在这会儿呢 小虫顶是再次显现出了 四元的掌印 他们再次把手按了上去 只剩下一秒 这玩意儿是发出了刺眼光亮 接着 穷顶瞬间粉碎 露出了你的黑蛋 然后 这黑蛋是同样发出光亮 同时产生的剧烈震动 连带着地面 也震动起来 女记者一把拿起了光弹 只见 这地面震动停止 光弹又变回了黑蛋 而那只死去的蝴蝶啊 也死而复生 围绕着女记者飞翔 原来那句 君主即将加灭的君主 正是女记者 而为了搞清楚 这女记者为何而君主 几人便一同去了 小树林探查 结果先人看到 这小美的妈妈是再次出现 但是这个 却根本不是小美妈 对方表示啊 自己正是外星人 但是为了不吓得人类 便化作人类的样子出现 而她 正是放置穷顶们的始作用者 外星人告诉大家 穷顶是为了保护你们而来 如果想迎接光明 就要保护好那个黑蛋 随即 这女外星人便彻底消失了 女记者想了想保护黑蛋的最好方式 就是谁也别得到 于是 女记者作主 把黑蛋扔到了水里 然而下一秒啊 一片粉色星星 从水里升起 慢慢朝着穷顶方向飞去 接着 这穷顶退去的黑暗 露出了刺眼到极致的白光 将原本透明的穷顶 变成了 一片白色 本剧 档次结束 本期是穷顶之下 第一季的全集 本期问题 你认为穷顶降临 是在保护人类 还是在惩罚人类 选保护的扣三一 选惩罚的扣三二 伯乐认为 想要对于自由的人来说 穷顶就是一座监狱 在这种包围下 人们的精神会被逼疯 露出黑暗自私的一面 甚至啊 为了生存 不惜大大出手 哪怕是多年的好友 出手也绝不手软 本片好看 就像软元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要这了 记得给众众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